今天我们讲第二章工业革命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 欧洲范围内发生了两次革命 一次是与法国和拿破仑帝国有关的政治性的革命 另一次革命则带有更多的比喻含义 主要是经济性的革命 直到1815年 政治革命主要影响欧洲大陆 而经济革命则在英国表现最为活跃 随着拿破仑的失败和1815年 我也纳合约的签订 法国革命似乎成为了过去式 欧洲的保守势力获得了胜利 但是工业化进程却在英国已经加速进行 并且波及到欧洲的大陆 首先我们看第一节 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 工业革命是指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厂手工业 转变为以机械化生产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过程 它既是生产技术的全面变革 由此推动的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 此外呢工业革命也是一场引起生产关系 深刻变革的社会革命 它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变迁 社会面貌为之一新 历史上把工业革命分为两次 即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 我们今天要讲的呢 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 即英国工业革命 因为这次工业革命 首先是在英国独家发生的 工业革命是后人多少带有比喻色彩的用词 从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过渡 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 起初并未被多少人觉察 直到近百年之后 当涓涓细流 最终汇成一股汹涌的波涛时 人们木然回首 这才发现 正是那场在大西洋岛国最先迸发 然后蔓延到整个欧美世界的技术经济的变革 开启了人类新文明的大门 英国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历程的起点 为什么它发生在这个布列颠倒国 因为英国最先具备了进行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 首先一直被认为是近代政治革命的开端的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政治保障 在光荣革命之后 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 政治长期稳定 政府实际上充当了英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国家一方面积极维护国内的统一与安定 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部环境 另一方面继续执行传统的重商主义政策 不仅加大了海外殖民扩张的力度 而且积极地介入欧洲大陆争霸的活动 其次英国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农业变革 在英国工业革命前 它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 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农业变革彻底地改造了农村 推动了农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资本主义大农场经营方式的采用 耕作方式的改进 土壤的改良 新肥料的适用 农机的推广 牲畜的科学培育饲养 都极大的增加了农牧业的产量 充裕的农产品能够满足越来越多的 非农业人口的市场需求 从而为大工业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时农业革命也使得农村的人口 大量向城市迁移 成为城市里的自由劳动力大军 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出卖自己 也从市场上购买面包等一切日常生活必需品 英国的国内市场不断地扩大 第三 英国积极进行殖民扩张 确立了海上霸权 英国的殖民掠夺和海外贸易 直接为工业革命的开展 积蓄了大量的可用资金 英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 不惜发动了上百次对外战争 排挤了西班牙 葡萄牙 荷兰 法国等对手 逐渐成为海上的霸主 英国的庞大殖民领地和海上霸权 使得英国拥有了广阔的海外市场 可以说 没有不列颠殖民帝国的建立 就没有后来英国的工业帝国 国内外市场的急剧扩大 要求手工业生产提供更多的产品 由此促进了技术革新 第四 英国工厂手工业的发展 英国的工厂手工业呢 是18世纪欧洲最先进 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企业 实现了生产过程中 精细的劳动分工 每一个生产环节的劳动 都趋向简单机械 生产工具也日趋专门化 工人的手工操作 简单到可以用机器代替的程度 这些呢都为机器的使用创造了条件 在英国的手工工厂里 也集中了一大批技术熟练的工人 和经验丰富的能工巧匠 他们是生产实践中 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主力 英国的手工业呢 主要生产面向大众的日用消费品 市场对此类产品的需求稳定 而且数量广 而且数量巨大 随着国内外市场的迅速扩大 手工业生产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了 那么另辟西境提高劳动生产力 已经成为当务之极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 在英国工业革命中 率先实行机器取代人工生产的是棉房职业 它充当了工业革命的极先锋 然后再带动了其他相关行业部门的发展 相对于历史悠久的茅房职业 棉房职业呢 是一个新兴的产业 几乎不受行会的束缚 形成了自由竞争 这就为进行技术革新 推广新发明创造 推广新发明创造 留下了充分的空间 而当时的欧洲人 已经开始喜爱棉部制品 而且呢 棉部制品在欧洲以外的销售市场 也更加可观 加之呢 棉房职业具有资金周转快 和易于短期获得厚利的特点 这些呢都更加激发了资本家 这些呢 更能够激发资本家们 追求利润的热望 在工业革命前夕 英国的棉房职业 已经存在了纺杀和织布 两个生产环节的不平衡 在1733年 机械师约翰·凯伊 发明了飞缩 大大的提高了织布效率 手工纺车 就被织布机远远地甩在后面 棉纱供应不足 1764年 织布工人哈克里夫斯 发明了新型的手摇仿杀机 并且用他妻子的名字来命名 这就是真尼机 真尼机呢 带有机械的轮子 它可以使16到18个杀钉 同时仿杀 但是同飞缩一样 需要用人力来转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个手摇的把柄 是要用人来摇动它的 1769年 理发师 李察德 阿卡莱特 则制成了水利仿杀机 可以同时 仿许多根线 1771年 阿卡莱特呢 在水流湍齐的河岸旁边就建立起了水利仿制厂 配备水车 带动仿杀机 工作 这被认为是近代机器大工业诞生的标志 阿卡莱特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近代大工业的真正的创始人 此后十多年 阿卡莱特又创办了许多新的仿杀厂 机器的仿杀暂时压倒了手工支部 到了1779年 仿杀技术领域又有了新的突破 塞妙尔克兰普顿 发明了罗机 这种新式的仿杀机 即蒸泥机和水利仿杀机的优点于一身 仿杀的效率极高 而且仿出的棉杀的质量也很高 而罗机的发明有力的刺激了织布领域新发明的出现 1785年 牧师卡德莱特发明了自动的织布机 将织布的效率提高了40倍 迅速地改变了织布行业落后的被动局面 随后英国又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机器织布工厂 由于仿杀织布都使用了机器生产 导致圆棉的供应严重紧张 在英国圆棉的主要产地美国 有一位家庭教师艾里·惠特尼 顺势发明了一部亚棉机 它加快了清除棉子的速度 从而使圆棉产量大大的增加 这种机器迅速传遍了美国南部的产棉区 成为支持推动英国工业革命的一股力量 那么到18世纪末期 机械化生产率先在英国的棉纺织部门基本实现了 英国的棉部的产量和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到19世纪上半叶 英国的棉部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 逐渐确立了垄断的地位 后来英国的铁路造船机械制造和大型冶金等投资巨大 利润不丰的企业兴起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棉纺织业的大量资金积累 棉纺织工业在英国工业革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词 继续